年近歲晚選年將來臨 本地社區多個團體 都舉辦迎接農曆新年的活動 記者劉少林說說 德倫多加亞聯盟協會 和加拿大華裔華僑聯合總會 共同主辦新春賀年盛會 活力年銷營金鼠 在23日開始一年四日 在市加布Woodside Square商場 舉辦舞弄舞師 民族舞、歌唱舞術等表演 我們這波許願樹 就是我們免費派許願卡 給所有現場的人 他們可以自己把心願 寫下來之後掛上樹 我們的partner是以二康基金會做 希望藉著過年的時間 我們想做一些善事 希望能夠幫助老人家 作為活動榮譽主席 多倫多市議員封賴貴霞 希望在來年 改善事加布居民的生活 最主要我的願望 就是希望能夠爭取 可以那些長者 能夠享一個非凡忙時間 可以免費的搭我們公車 另外多倫多菩提禪修中心 主辦福山壽海 迎新春聯歡廟會活動 民眾來到祈福上鄉 有師父即席揮號寫揮春給民眾 還有掃食攤位 都是適合長者和小朋友的活動 抽籤捕掛給大家送湖 參謎雨 當然也少不了我們菩提禪修的禪修諮詢 和能量調理的命運 主辦方說該廟會已經舉辦十幾年 最近兩年參與人數達到過千人 希望大家來到走過桃花林 在新一年迎接好運和吉祥 新時代電視記者劉少倫報導